公腹腔镜术后饮食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张雪玉 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妇科主人医师 我们现在都是快速康复 腹腔镜做完以后呢 如果是单纯的做子宫或者做卵巢 或者是做这个输卵管的单纯的手术 那么腹腔镜术后呢 我们现在要求是4到6个小时就可以进饮食 现在还有腹腔镜的这个检查呢 我们现在两个小时以后就让病人喝水 所以现在这个术后的康复比以前的要快了 那么腹腔镜呢 术后一般就是4到6个小时先进流食喝水 然后6个小时以后呢 可以喝这个半流食 就是单纯的公腔镜手术 那么术后呢 麻醉醒了以后就可以先喝流食 然后呢 再喝这个半流食 因为一个进了腹腔 一个没有进腹腔 公腔镜呢 恢复更快 大概在公腔镜检查和手术后 两个小时以后 就可以进饮食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